当你发音的时候真的去感觉到慎动 而且你在发中间这个音的时候 把这个音扩散试试看 去关注到你的肩膀 如果你会控制是可以的 它这个音本来就在这一片循环 它一个点之后它就扩散 这种振动就跟水中的那种作用很像 就是让你的细胞 它就在一个强力振动的幅度上去重新组合 就本来它的主角太紧了 然后把它振开 然后再重新组合 一开始你会发现当你发音的时候 只要你把关注到你的肩颈 它会变得更紧张 但是这样是没有关系 你就去更多的让震动发生 如果它一直紧张的没有放松 说明这也说明了 你中间这个音震动没有发生 你只是发了一个音了 震动发生之后 它就一开始会紧张 以后它就会自然的重组 那你本来是紧张的 那之后它会松一点 有的人本来是太松 就是软趴趴的 太松了 后面它会紧张一点 这种震动它后面会有个重组 但是首先震动要发生 这种震动的 那在那个萨古鲁老师的 他的Science Center里边是证实过的 他用了一些仪器去测试 是证实过的 就是这种重组有发生 但是呢 这种震动其实它也证明是很难练习 力量很强大 而且呢 一开始它去做研究 就是让大家做不到感受不到的 去证实是怎样一个事情 让有一天可能可以感受得到 但它自己而言 它不需要做任何研究 它本来能够感受得到 而这个真正做得到 为什么有时候闭上眼睛 我偶尔能看到 其实很奇怪 你闭上眼睛做细胞的震动 你到哪个部位了 你是可以看到的 这很奇怪 你看到的细胞不是雪红红的一片 我看到的就是 好像有很多 很多的颜色 总体是黑的镜 我偶尔会看到 我很少 不是有控制性的 萨谷老师是有控制性的 他可以看得到 所以念到一定程度 它自然的就产生了 一开始告诉大家 就是我偶尔看到了 一开始可能会吓到 很多人一开始就吓到 觉得是不是 入魔阵了什么的 因为你会看到一些 你的学习状 你知道你从来 他不是回忆 你从来就不可能 有接触到的东西 所以你呢 就是保证你的震动 特别是他中间 这个音的时候 震动有扩散 他能管到这一片 到这个音的时候 其实就是胸腔 到头顶的这个位置 他就把肩颈包裁 它不是说只是中间一股线 它是中间是主要震动场 然后后面这个能量 是往一个圆形 往外扩散的 整个身体是很放松 这个念好了 是很好的一种放松 也是很好的一种能量接收 所以我现在的身体都收回来 好 好 你每练完一次的话 大概有两三次肩膀的放松 然后再练下一次 这样形成一种习惯 就提醒他 一开始就是做一个提醒他放松 再慢一点 或者你做一次的话 慢慢的也去感觉 就是他中间的 有一种摩擦的声音 怎样都好 我听到有响 对 一开始慢慢的 越慢越好 这样有响动 他就有摩擦 你想让这个摩擦刚刚好 他摩擦会产生一些热 产生一些热的血液循环有帮助 但是如果摩擦的太厉害 就像你在按的时候 如果他按到有一点点响 但是你还能承受 还好 如果你感觉痛了的话 就是他这一个太厉害了 他在推的时候 摩擦那些肌肉 那种肌肉有点像是你的脏 有点像是三腹 还有你的三腹一样的 然后他就 一个一个的开始 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他如果摩擦太厉害的话 他会受伤 肌肉上面有一层宝负膜 这些会伤 而这个宝负膜的再生能力不强 一层宝负膜 我一转开始转的时候呢 我可以控制一下 不用那个紧张 然后转了两项 三次以后 他好像就把那个紧张 转移到这里 我又要把那个 注意又要放松这里 所以现在就是慢慢要调和 慢慢的他就调和了 你就不用转很多圈 你转到紧一紧张的时候 你就可以停下来 对好像那就是你一转的时候 他就好像就把那个紧张 就转到这里 这里就要紧张了 所以我又要把他就放松 转移到后稍微的压一下 提醒他放松一下 这在你日常的生活中 也是这样子的 只是你生活可能有时候 你太关注外在的东西了 始终我们做老年还是关注到身体本身 就是比较内化的一些东西 就你能感觉到渐渐紧紧张 你要是稍微注意一点在工作中 你就会知道 可能你在工作中 其实你渐渐已经很紧张了 只是你外在的工作更紧张 你忽虐了而已 因为你关注的是外线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 一个孩子在你玩游戏 特别是有时候做作业 还不是他玩得认真的时候 然后就整个人是这样的状态 他自己是不觉得的 但后面玩完了之后 玩几个小时之后觉得 怎么腰酸背痛呢 我们工作也是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 因为之前去公司 我也看到 很多同事都会这样子的 因为看电脑 看到本来是这样子看的 早上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看电脑 这样子看 旁门看来的话 如果在旁边看来的话 是很奇怪的一个动作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东西要专注 到下午的时候 我们眼睛的focus 它已经是很疲惫了 所以就会 就会不断地强迫自己 这样去做 从旁边拍下来 其实很夸张的一个姿势 但是他自己不会觉得 他老中的认为 我还是这样子的 也会甚至有的人 会在胸上穿一个东西 后面发现把这里勒出痕 有点像贝贝家一样的东西 当中那一处心里同事 但是他其实头发是这样子的 对 当时他没觉得 他认为是这样子的 他认为他像那个 影视剧演得那么优美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有点像是那种猿猴 所以在工作中 偶尔就是收回来 但是我们工作也是 很紧张 也会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晚上的时候 特别是早晚 早上可能两三分钟 晚上的时候 有自己一点时间 我希望你泡泡浴 特别是今天周五了 回来泡泡浴 然后放松一下 然后再吊个五分钟 然后就这样子就睡觉 不差点时间 对 对每个周末的时候 你知道每个周末的时候 给自己这个时间 周末周五周六周日 这三天如果你不出去 晚上这样子 晚上这样子放松一下 那至少的话 稍微平衡一下 你其他工作的四天 那四天是有时候 你的大老心是不在这里的 所以就许他去 OK 这个有时候 你一定要放松一下来 因为现在许您 你没有还没有产生 任何的问题 你现在只需要一点放松 稍微做一点事情就有用 当你产生问题的时候 就是该手术的时候手术啊 就没有办法 如果他已经印到那种程度 该切掉就是切掉啊 你现在其实很好 现在你也挺有觉知的 提前发觉很好 没什么的 有一点痛 然后有点叉叉叉叉的声音 他只是静了 他只是真的在开始硬化了 在前期没有问题 他可以完全的好过来 其实身体一旦做了手术之后 是很难的 以后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保养 其实再也回复不到以前 能够到八九十回到以前 就很不错了 再也回复不到以前 就有些组织 我们这个身体 不知道到底是谁到的 他很精密 有一些组织 其实有一些零件 已经被拉走了 而这个零件 我们是没有办法再补足的 他们觉得 就切掉一块小的鸡肉 就是切掉一块小的鸡腱 一个小的血管 其实被拉走了 你其他的就会有更 更多的工作 而且他本来里边 有一些损耗的时候呢 他的里边的细胞排列 就是乱的 以后就更容易乱 乱者更乱 好者更好 很奇怪 这跟马太胡音里面 讲的一样的 有的还要给他更多 没有的 他劝有的都要拿走 跟身体健康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就需要这个振动 你平时呢 我有时候在水池里面躺着 我也会发这个音 但你发不发音不重要 就这样的先是 回来泡泡雨 然后呢用水 去感觉那种水的幅度 让他放松一下 那之后你在电放松的情况下 你在床檐上掉一下脖子 你就会发现不一样 你就不用那么提醒他去注意 他就自然的会很放松 松着跟松 你只要是一开始能把它松下来 后面接下来了 他就会更放松 一开始你让他紧张了 接下来很多时候 你怎样做 他都会在这个层面上不改变 或者更紧张 好 我们继续 啊 啊 如果这些音笔发的有觉知了 是完全震动频率到位的 你会发现你更紧张的部位 就像你通常会在中间这个音 它不会更短 它会更长 就像我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 我让它稍微顺其自然一点 我的最后一根音是更长的 所以我小的时候 是我很多刺激 所以我的大脑里面的很多神经 其实它发育的有点机器 有点不正常 所以每次这个音 我的这种震动就是劝保持 我现在的正常 否则我的思维会很不正常 就它能保持我的正常 可是每一次它在那个音的时候就会 我有时会很觉知的发现 我最后一个音这一个震动 会是前面两个音加起来的两倍 这是它自然的发生的 它会自然的会调节 像你的话 如果是中间部位比较紧张 通常就是 这个音就是身体它很想 在这里保持长一会儿 我们身体本来细胞的智慧 其实比我们大脑的要厉害 比我们后天的这种 学习知识啊 去gathering的这些东西要厉害 但是呢 如果说还没有到 它这种震动还没怎么产生 这种觉知还没怎么起来的时候 你就感觉不到 那你就自然的 在这个位置让它延长一点 因为当你觉知到了时候 这就是它正常可以发生的事情 一开始要有点控制 就有点像是怎么样的 自由的基础是支律一样的 是故意去控制它 后面是让它这样自然的发生 这种声音 好很多你稍微现在还是有点往上耸 一耸他就是紧张的 然后好很多了 因为之前你老是不露头 然后我就闯到这种程度 现在大概以前是这种程度 现在大概是这种程度了 以前好很多 你越来越往上提 我也是每个人都是自然的 人体构造 你一往上提他就紧张 人被惊吓的时候就容易这样 太久了 可能太久你都没有注意 前期也没太注意 现在注意到了就好了 就踩好的方向再走 但是这条路的话 你更加就是真的去做一些东西 就你的作为好一点 这条路走的短一点 如果一直不作为他走的长一点 但是呢你走在好的方面 你进去做一些尝试 我还是反复提到水很有用 按摩啊或什么样的 有时候许玲你到后面发现 生活中太多没有必要的东西 太多的事情 它有一点点作用 但是那个作用基本上可以忽略 对其实泡浴也 也好像是就是减缓的疲劳 我之前嘛我就经常去泡 泡完了好像就出了一身汗的话 这个整个人是很轻松的那种感觉 你泡浴你会泡到出汗呢 如果你泡到出汗的话 你早点泡 只要身体开始出汗的话 它有一个对睡眠的作用啊 所以是大概是两个小时 在你睡前在你要上床 确定你是睡眠时间之前的两个小时 它的这个热体热才能 内热和外热的 这一个这个差距才能降下来 所以你的睡眠才会好 我通常是泡到发热 晚上呢我没有让它泡到出汗 但是你出点汗挺好 那就是要早一点去泡嘛 泡了之后你还足可以受 泡了之后再收拾家屋 要做点什么事情呢 就就可以 我泡了水的话 我喜欢泡热的水 凉好像 就是你说暖的水的话 我感觉好像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感觉那种啊 就是我喜欢就是热一点的话 你整个人一泡下去 泡下去的话 它好像你就 血液就循环吧 血液就循环 就是自己能忍受那种热 不是太热 它就血液就会出汗 对那没问题 你喜欢就好 女生没关系 女生没关系 男生不能泡太冷 女生其实没有关系 通常我们体质稍微阴寒一点 我们泡一些热的没关系 只是如果泡 你的睡眠时间太近 会影响深度睡眠 这挺好 太晚的话 我现在就是那个时间 就太晚的话 我就现在这段时间 没有泡 这段话 有时间的时候 我都是下午 下午四点五点钟的时候 泡泡完 然后再做其他事情 那就很好 就是你下面泡的时候 就是刚进去的时候 你给水温很高 但是呢 就是少放一点水 让你的肩 特别是肩 其他都不要 肩可以拍打一下 就抬起来 拍打 能够拍打一下浴缸 就是把脚曲起来 拍打一下 在浴缸里边 这种拍打很有用 拍打对方说很有用 然后那个拍打的频率 跟你水波浪的频率 差不多 不用太快 就是那种很有气无力的 这样子拍打 后面你会发现很有用 再就是 对 整个肩肩拍背 拍背本来在中医里面 就是有很好的放松 你也可以拍树 就是你要拍活的东西 水是活的 你要拍活的东西 拍墙壁也行 但是就没有那么有用 通常他们就是真的讲点 有点讲究的 就是要拍活的 他会拍一个大树 或者其他的动物什么都好 就是要是活的 通常要是植物类 不是动物 因为动物有时候 他的能量层还没有你好 大部分面都会归于能量 我们确实就是一个能量层 就是你要找那种 本来就比你更放松 更合适的一个能量层 水就是其中一个 那种大的那种 够大的一个树木 你的背可以放平的放直了 也是或者稍微就是 就不能特别小 稍微大一点 那个肩肩往后一点的 也是极好 就感觉有点奇怪 现在中国不奇怪 你看很多老人家懂得养生的 都是没事就是用背去种树 拍打工他们有 其实是有用的 之前我也觉得他们很搞笑 没有年纪没到那种程度 没那样的经验 然后呢 整个整个就是 你拍打的时候 你就可以震动 就是要要有一点 不只是拳炮 因为拳炮会让你全身放松 这是很好 但你主要的肩颈要放松的话 这一个比较特别 去注意 你又拍打一下肩颈 其他部位都不用 就是要平衡 当你的肩颈 从你的身体 其他部位还是一起紧张 一起放松 一起平衡的时候 就没什么事 你都不用特别去注意他 到时候你可能 一起平衡之后 你会忘记 也就是正常的 他不需要特别去关注 就这个孩子现在 是比较弱的一个状态 你都去关注他 他长得跟其他的 其他部位一样壮的时候 一样的有 就是这种功能 都一样的时候 你就不用去关注他 因为之前我身上 有很多疾病 但是现在呢 我不看我的日记 我想不起来了 忘了 但是我的大脑 就是他一直在反复 所以呢 我就一直忘不了 我就一直要练习 那忘了 当他完全平衡了之后 是就会忘记了 我遗传到的 我的肠道和 我的胸腔 都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呢 到忘了之后也很好 反正不要去想他 因为真正的现在证明 回忆 他可能是不存在的 因为除了就是有照片证明 他没有证明 回忆可能是不存在的 未来也不存在 我们只有当前的 也是存在的 微信现在已经又成为过去了 我对 我等下来 好 不干吗 就肩膀自然的 你让他就是既然的 这样子的方向方式 因为这个动作 是你随时正常可以做到 就你在工作中 除了在做点什么事都可以 也就是你在敲键盘也是可以 但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算看上去也很好 但是它不是一个很实用 任何时间都可以做的 就像你在 有时候你在做菜都可以 就你要做一个特别简单的 让肌肉气记忆 之后呢就不是你大了 一定要提醒他 觉得紧张了 他就自然的去 他就跟脑力法后面 念到后面是一样的 他自然的去 我们其实真的这个大佬 他不够身体有智慧 他知道他什么时候需要 什么时候不需要 因为有时候我身体气 有时候他就转不动 他就不转 他不动 有时候他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段时间可能我先生 惹我生气太厉害 真的是有血块啊 什么那些东西 他自然的就会动 没有控制不了 他不动 到后期就是他 你就会发现 慢慢的身体的这种智慧 你理解不了 就以我们大佬 这种理解不了 但是他就发生了 但首先要保持你前期 他是一种 他的整一个 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情况下 你就给他一些简单的 所以就简单的 其实当我们的劳力法念会 他也是简单的 他不需要你特别去做什么 有时候你就坐在那里 他就自然的会去动 对 所以我不希望你抬手 或者怎样子 就是自然的 本来我们手就是这样子 你就自然的 用自然的去 更慢一点的 让他去放松 那之后身体 他自然的会有这样子一个记忆 肌肉记忆之后就好办 因为这样子你需要一些 无论说你拿什么东西 或者怎么样的 现在的女生动作都比较浅 他可能做伸展的都不是太多 但是我们会知道 你走路也是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特意 对 你就更多的 用肩膀去带动手臂 不是手臂带动肩膀 肩膀带动手臂去动 这么多人们 好了 去上班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见 OK 拜拜 拜拜